新世代的车款呢 配备了许多先进的安全科技 不仅可以让驾驶者 在行路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 同时也可以大大的降低 在行驶时的疲劳感 可是呢 你想要拥有最先进的 这些安全的科技 甚至于是新世代的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真的要花上大把的钞票吗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目前呢 在市场上面呢 到底有哪一些车款 可以让你花少少的预算 可是却可以轻松地拥有 完整的安全科技配备 那我们目前看到在市场上面呢 宾室的23B可以说是 以目前市场来说 是非常完善拥有 这个智能驾驶安全科技的 一个车款 对不对 艾达 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拥有 这个所谓的完善的23P的话 到底要花上多少钱 才可以拥有呢 是 我们知道 现在宾室的C系列 E-Class 都是标配23P 也就是说它拥有 Level 2等级的一个 智能驾驶的系统 那当然啦 我们知道这个 现在啊 如果你买新车 是标准配备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买新车的话 最便宜大概也要 220几万起跳 就是C-Class 220几万起跳 然后你买的是一个 1.5升的 涡轮增压疫情 对不对 C-300 C-200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不可会言的 就是市场上面 有非常多所谓 贸易商引进的一个 这个车辆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贸易商引进的车辆 配备相对而言 是比较饱满的 对不对 就如同现场 我们所看到这一台呢 是2017年的一个C-300 美规的 很明显怪异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车灯旁边 有个小黄灯 有没有 有个小黄灯 是不是水货 我就是看这里 是的 这就是所谓的美规车 那美规车就会有一个 黄色的反光片 那如果你开小灯的同时 这边就会亮起一个 小黄灯 这是美规车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把美规车 给带到摄影棚里面 因为美规车的配备 稍微相当的 算是不错 呼应刚刚冠仪提的问题 如果说我想要买一个 豪华品牌 又有这个像 比如说宾室 有23P的 Level 2的智能驾驶 大概要花到 多少钱 那容许我跟各位观众朋友们 报告一下 目前这一部 17年的这个C300的中古车 它算是水货的 在台湾是没有领过牌 车商目前告诉我 它的开价是188万 188 那我估计它的成交价格 大概会落在 180出头一点点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得到 它外形其实跟 你在台湾买的 这个C250是一样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问我最清楚了 我基本上我自己就是开了 这个W205系列的 这个C250的S10旅行车 但是有一点点 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OK 这台车假如180万能够买到的话 它拥有的是23P 也就是说自动跟车 车道维持 盲点针的这些 全部都有的配备 除此之外 它的配备其实真的相当满 我们看 其实你看到 以这个宾室 这个我们俗称叫做镜面标 对 这个标 你看它 它有平标的话 对 平标 你如果没有镜面标 是镂空的 你的手可以伸进去 因为这个标打开来之后 你会发觉 里面有一个雷达 有一个雷达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ACC 在运用的时候的雷达 那当然包含了挡风玻璃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摄影机 对 摄像镜头 那个跟我们一般 没有这个配备的车子 也不太一样 那这台车 它凭什么可以卖到180万 你看 双鱼眼的头灯 然后我刚刚进车内看了一下 哇 黑层幕的饰板 然后还有这个时钟 然后还有这个环景的气氛灯 什么都有 然后comment大萤幕 那如果你走到车侧旁边看一下 你会发觉 那门上面有一个小按 有一个小方框 对 表示这一台车呢 配备的是一个摸门解锁的系统 Smart Entry 对 所以它的行李箱 当然也是这个电动尾门 同时具备有脚踢的功能 就可以开启这个行李箱了 然后全景天窗 所以这台车配备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满 所以很多比如说在台湾买的话 有些是可能需要选配 比如像那个香氛 对 基本上你都要选配 那在这台车上面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有这个驾驶座的这个电动鱼 它还有这个所谓加热的功能 不过玫瑰车还是有一些 比较奇特的地方 例如说 这仪表板走的是这个英里 所以表底只有到时速 160英里的一个这个表底的速度 所以在开的时候 你往往不自觉的会怎么样 超速 因为你觉得开起来像 现在90而已嘛 实际上90Mile 已经等于接近150 大概150这样子一个这个时速 所以你可能会吃上一个这个超速法车 你如果将来 你如果买水货车的话 你就要记得 你要确认这些配备是原装的 还是台湾的厂商再去加装改装的 这是其中 这有什么差别 这是一个 因为有一些这个像这个荧幕啊 它原装没有配备这个这样子的大荧幕 然后它要去改装这样子的大荧幕 所以这个 它maybe不是原装的一个这个系统 那当然了 你买的人还是能够享受到这个配备 只是在于 在这个是原装的还是加装 例如说像这个 我们说这个双鱼眼的头的 很多美规的低配车进来 它其实是鲁树头灯 所以是在台湾就在改装的 对 在台湾就在改装 所以近年近期有一个非常这个热的一个新闻就是 宾市要做一个召回 他要去检查一个曲轴的一个这个定位的状态 如果不行的状况之下是怎样你知道吗 换整颗引擎给你 换整颗引擎给你 所以我就说 基本上如果你买的是台湾规格的台湾的代理商的车辆 遇到这样子的情形 这个台湾冰市一定会通知你说 请你回来 我们去帮你做一些更新 对 可是呢 这个这些新闻呢 就在网路上引起的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为什么 就是说 美规车也可以 也可以回全球保固啊 没有错 没有错 问题是这个重点啦 台湾冰市呢 不知道这台车在台湾啊 我怎么通知你 对啊 他又没有车主资料 是 然后你买的是水货车 你可能也不会回去原厂保养啊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要厘清一些事实啊 是 没有错 冰市有所谓的全球两年的保固 从什么 从出厂日开始起算 那么如果你在台湾买了这个水货的这种所谓美规车呢 请你回去原厂 来去做保养 基本上你回去原厂做保养呢 原厂就知道 这一台原本应该在美国加州的车辆 现在在了台湾 如果这台车在生产制程上面有什么瑕疵 我需要召回的时候 我可以通知到冠仪你回来 我帮你做更新 这才是我觉得冰市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呢 它并没有一定的正确答案是水货好呢 还是公司车好 但是如果你要享受到冰市完善 对于客户的一个服务的话呢 建议你要告诉台湾冰市说 我买一只水货了 现在在这啦 车身号码是什么 你帮我记录一下 我回来原厂保养 将来如果有什么需要召回更新的状况之下呢 你可以通知我吗 OK 没问题 冰市一定会做到 所以这就是说豪华品牌 提供给一般消费者的服务 也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如果观众朋友你觉得说 没有想到这个水货的冰市 还要180万才有23匹 如果说我的预算 只有在100万之内 在中古车的市场 有没有哪一些选项可以选择呢 黄总今天就帮大家找到一款车 CP值相当高 而且拥有相当完善的 高科技的安全配备 而且还有Level 2的 半自动辅助驾驶 是 我想刚刚看到爱大 享用如丝葵牛排 对 很多消费者说 我就吃不起如丝葵牛排 可不可以给我 军越饭店的国际自助餐就可以了 而且也是可以吃得到牛排 是 这一段时间其实非常多的消费者问我说 黄总可不可以帮我找到Level 2 因为我真的想要智慧驾驶 没错 那可是呢 我的预算只能买国产车 又不愿意将就国产车 怎么办 哇 这个有点难耶 千呼万唤使出来 但是不用爆枇杷 也不用半遮面 就这一台 那这一台呢 V40 对 V40CC Close Country 它其实它的定位 类似宾室的GLA 那V40就类似宾室的A Class 对 车身稍微挑高 有屋顶架 然后下巴呢 看起来有一点休旅味 可是所有的定位都到了 居然只要市价80万就买到了 几乎是刚刚不到一半的价格 对啊 百万之内你可以拥有Level 2 那它的Level 2 以及它的高科技的安全配备 到底到达哪样的程度呢 好 我们这样讲 不管是我们现在讲的 自动跟车 还有车道维持 必须要有这个 才能具备到Level 2 如果没有车道维持不算 所以V40都有 是 然后它的主动杀停呢 包含了行人 单车客 还有一般的障碍物 还有车辆 另外倒车 对 倒车的这个所谓的警示 甚至于呢 连半自动停车都有 连自动停车都有 盲点侦测什么那些都有 那你会说这安全配备而已 对不对 没有 我刚刚讲国际自助餐 除了这个主菜 还要给你甜点跟点心 对 所以这个车呢 全景的玻璃天窗 Killis Go 还有所有的 我们想得到的豪华配备 几乎都一应俱全 天啊 是 所以80万 真的这么委屈吗 也不委屈了 可是我问一下黄总 80万买到的是几年的车呢 这一台是这样 这一台推出是14年12月 15年model 那这一台是15年挂牌 对 试驾真的在80几万 只要跟老板好好的洽谈 我认为有机会80万就可以入手了 请注意哦 这是豪华品牌哦 对 不是一般的低阶的品牌 又是进口车 然后这一台里程 大概听说是5万多公里 我实际刚刚在路上试驾 非常满意 对 而且那个黄总 你在试驾过程当中 你也赚到了10万块 是 对 待会我们来好好的细说 是 而且其实以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Volvo它本来就是以安全挂帅的 是 它希望在2020的时候 几乎只要开Volvo的车的 它希望就是零事故 零事故 所以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在2014年 其实它就已经有全车系标准配备了 所谓的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了 慢慢的都已经套在里面了 对 如果不要那些豪华的配备的话 只要找那个V40 而且呢 价格会更低一点 低于80万吗 低于80万 对 因为CC比较贵一点 所以观众朋友看到这一集赚到了 因为你有学到 稍微学到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要找那个 拥有PA2 然后呢 又有半自动驾驶的 你只要在市场上面找一下呢 V40 大概2014年左右的 那不用有一些豪华配备 是 因为这台是旗舰版 对 是D4 就顶配了 168万8 柴油的190匹马力 扭力高达40.8 对 那你如果愿意低接一点汽油版 比如买个汽油版 是 大概70来万就买到了 哇 太棒了 所以的确真的是一个 蛮高CP值的选择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 我不想要买中股车 可是我的预算又没有这么高 我希望也拥有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 在新车上面有哪些选择呢 没有错 90万以内你可以买到的是 福特的Focus 而且它有Level 2 没错 刚刚爱大跟黄总都介绍了两台 令人口水直流的进口车 其实真的很划算 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 但是新车真的说 因为台湾毕竟很多人有新车情节 对 你要买一台中股车 你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 或者是家庭因素 家人可能不会接受 或者是会担心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 毕竟二手车使用过了 就还是有那个几率发生 对 那你要新车怎么办 真的 这个市场上要那么骑的新车 大概只有这一台了 就是Focus 而且90万以内可以买到 是啊 市门的还86万8而已 对 但是它该有的绝对一个都不少 像我们一般才讲 Level 2有哪些东西呢 像是全数域的ACC 对 它就有0到200公里内 它全部都有 所以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呢 你要说要保持前面的车距 然后又要很自在 很轻松的驾驭 这台车做得到 对 除此之外呢 我们讲Level 2 最大的差异就是 它不只要有车道偏移的控制意志 它还要能车道维持 居中 居中对 这样才叫自动驾驶 对不对 如果偏来偏去 好像打乒乓球一样 那就不能叫自动驾驶了 对 它也一样照样是标配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该有的其他像AEB 行人侦测 脚踏车 摩托车 什么它都侦测得到 而且也一样是全速域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再加上像盲点 其实很多车都有了 盲点 还有一些其他的组备 都安全配备 它也一定都有齐备 所以它敢称之为是 国产车 唯一一台Level 2 绝对有它的道理 其他的可能是非全速域 可能会少几样东西 但是在它身上全部都有 所以你真的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台 像是有23P的Z-Class 或者当一台是V40cc 这样子的半自动驾驶的车子 使用它 绝对都没有问题 我们平常在 之前在试驾的时候 我们实际使用 它的顺畅度 然后它的灵敏度 就是你真的可以放心的 把这些东西交给它 对 以国产车来说 它的Level 2 其实做的算是蛮细腻的 真的 而且这种东西呢 虽然说 这种属于电子的系统 它随着每个年式的改变 它也还是会进行一些微调 就是像软体 软体的一些更新什么 你现在就觉得很棒了 以后我觉得它只会更好 因为现在要改进这个东西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福特在这 应该说在今年 他们真的是有充满了野心 包括了之前它上市的时候 已经配备了所谓的Level 2 的半自动辅助驾驶 而且在今年的时候 它不是有在加入一个 就是顺应台湾的这个市场 比如说我们到某一些路段的时候 它可以侦测这些所谓的速线 对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讲的 因为它的硬体架构都在了 对 它的软体只要稍微更新一下 它就可以开启很多功能 很像我们的手机 开了一个重新APP 重新下载 不是 更新以后 它就会有新的功能出现 对 像这一类的 除此之外 就算坐在车子里面 除了这种主动驾驭系统以外 豪华配备也有 也一大堆 像跟豪华也有关 跟安全也有关的 像HUD一台都检测器 对 这个就是一个好东西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Sync 3 对不对 超好用的 对不对 这也是 其实我们都常常会在聊天 都是这个到底算是舒适 还是算是安全 其实都有 你想想看 对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嘴巴就好 你不用在那边按 不用在那边找 这是不是就可以安全 但是你又可以炫耀你又 这个车好有科技感 舒适这样 一举两得的配备 除此之外 B&O 石森道的影响 它也有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好玩 我刚刚就在想说 以前像这么满的配备 这么齐全 这么先进的车子 以前都是高级品牌 高级车才会有 但现在就算是国产车 欧系国产车 90万不到 它都一样 全部都有了 其实有时候就会想说 那现在到底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 一定要去买高价的车子 对 真的 其实如果你是比较务实 你觉得车就是代步工具的话 其实这样的车 基本上就真的是 没有什么好 好去嫌弃它 对 而且其实郑杰提出了一个问题 真正反映在市场上面的挂牌数 像Focus在六月开始 就已经有破千台的 销售的好成绩 所以告诉观众朋友说 你可能会怀疑说 为什么你们都一定要讲AIDAS 为什么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都在讲说 高科技的主动安全配备 有多重要 可是实际上 真的 因为有了这些 所谓的辅助安全的驾驶系统 的确是在它的销售量上 也有显著的一个亮眼成绩 另外我们也会问到说 真的有所谓的辅助驾驶 或者是半自动辅助驾驶 实际上对于在车上 所有的成员来说 到底有哪一些安全的辅助呢 其实当然就像大家所熟知的 这些自动驾驶 半自动驾驶 这些辅助的科技 都是在帮助人 在使用车的时候 可以更轻松更安全 但是其实我们谈了非常多次 它是怎么样去施作 有什么原理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它接下来对人类的生活 会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这种 我们俗称这种 半自动驾驶的科技 它从这些辅助系统 一直到全自动的整个都市 都会生活带的全部的车辆的 自动化的过程 它是有阶段性的演进 有点像车辆普及的这个过程 一开始多半都是从商业 再到自用再普及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市场的趋势 以及它是有价格 价格带所去影响的 例如新出的科技 它这个东西还没有模组化 还没有大量的生产 一定价格高 所以它要普及是有比较高的难度 那在商业上运用 其实现在已经在海外地区的国家 有一些已经开始发展了 就是在例如像农工业 像是采矿啦这些 你在固定的道路 你在封闭的道路 它不会外来的因素干扰 而且它每天行驶路线是固定的 这些都可以降低非常高的人力成本的开销 那再来就是呢 城市间的公车 就是这种你每天行驶的路线 都一定是固定的 不会有我今天要去哪里 明天又要换去哪里 这种电脑演算需要改变的过程 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推进 那它会造成什么结果 你到普及到一般的市售车之后呢 接下来会会产生保险业的改变 保险会转往就是说 我的车辆 你必须跟车商去做担保 我的系统不会出问题 而不是跟自用户 我车辆已经不会撞车了 但是我的系统会不会故障 这个需要保险 以及接下来很多像是它跟机器人 这种未来的科技 有非常高的关联性 像是模组的电池的充电 以及它的保修的过程 其实讲到保修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有了这些系统之后呢 多数的车主 他可能会比较不放心 在外场去做维修 因为这个毕竟跟安全攸关嘛 而且很多比较先进的仪器 可能一般民间的保修厂 不是有那么高的这个成本 可以去买这种仪器 所以呢 你在原厂的保养厂 它的收益也会变好 所以这整个大环境的趋势下的结果呢 就会变成 所有的金融的产业啦 科技啦 以及是农工商 都会因为这种先进的科技而进行改变 那要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新兴的领域 抢占到好的商机呢 就是要必须要有比较 比较先进的这种眼光啦 就是等于你在投资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 对 如果说台湾的这个车商啊 如果有哪一家车厂率先先提出了 比如说我今天有办自动驾驶 你买我的车的话 我的保险相对比较低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刺激他的买气 这是有可能 因为在国外其实有很多的 就是已经他们是针对 比如说你有那个高科技的安全辅助驾驶的话 它的保险相对也会比较低一点点 可是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 我们之前有做过大家全民来试驾嘛 可是呢 很多的消费者 其实还是对于这种先进的安全辅助驾驶 有一点点惧怕的 他们甚至于还有时候会排斥说 不要了 我还是维持传统的这样开车就好了 但是在我们专家的眼里呢 其实大部分人都已经使用过了 这个所谓的Level 2 半自动的辅助驾驶了 我们就要来问问我们这四位专家 如果说你现在车上有这些 半自动的辅助驾驶的话 你是用过了真的回不去 还是觉得不要 我还是用我传统的开车的方式 我不要让车子来主导 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四位专家举牌 你们手上都有圈插牌 你觉得呢 已经回不去的 我们就举圈 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喜欢 传统开车的方式 我不需要有办这种辅助驾驶的话 请举插 一二三 请举牌 黄总你这个圈跟插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我们在贩售Level 2这样的车种 我会提醒所有新车公司跟业务员 要说清楚 讲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的业务里面 我经常会接触不同的 甚至有一天可能开了三部 不同品牌的Level 2 可是其实因为现在Level 2 并不怎么统一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曾经碰过一台车 它快要到 接近了才踩刹车 所以我一路其实是很紧张的 那我怎么可以去 反而没有这样低疲劳感 对 它的风险 对不对 那有的是很早就介入 那另外还有碰过一些品牌是 根本就是中间莫名其妙就解除了 尤其是现在的跟车 其实还有分两种 一个叫做有全数域的 另外一个是30以下就解除了 那其实如果没有经过 长期的说明跟使用的话 其实是有它的风险在的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消费者 在使用这样的车的时候 请在安全的路段 而且在心情跟各方面 都调试得很好的时候 再去测试 不要急着拿来就直接使用 我觉得风险会比不用还更危险 这是为什么我举圈跟叉的原因 但是坦白说 用过真的回不去 对 所以其实另外两位专家 举圈的也都是觉得 用过真的回不去 可是以这个新世代年轻人来说 为什么你举叉 你真的很反骨 其实冠宇我跟你讲 撇除这个个人喜好的因素 爱大跟郑杰哥 其实他们每天通行 都会走高速公路 但我每天上下班都是市区 所以我觉得以Level 2 这个名词来定义 坦白说我真的用不到 但是我会非常希望 有像AEB这些 盲底这些系统 我车现在只有车道偏移警示 那我会觉得有这些防护呢 当然对你的安全 绝对会是好事的 那换个角度想呢 Level 2这种东西 什么状况我会要 就是站在 这就要站在 黄总的角度思考 如果同一个车型 它差不多年份 有的没有 有的有Level 2 像冰式的C300 有的有二三匹 有的没有 那你在转手的时候 这个保持度就会差很多 那我就会 这个时候我就会 倾向选择要有Level 2 如果平常的行驶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需要有Level 2 因为你就可以 不用付出这么大的成本了 对 但是各家 其实在于 半自动辅助驾驶 上面的名称 其实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我们呢 连专家都会搞得五下傻 说怎么每一家 都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点点名 目前市场上面呢 有一些呢 这个拥有半自动驾驶的 这些品牌呢 他们各自的这个名称 到底是什么呢 郑杰 我这个有的时候 连我们就像关于讲的 真的都会无杀杂 每个人都取一个名字 谁记得住啊 像Honda的什么 Honda Sensing 对 然后Toyota TSS 对 所以我们现在减述说 有Level 2的几家品牌 主要的品牌来讲 他们是怎么称呼 他们的半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好了 先从宾示来讲好了 其实我们常常简称 就是二三匹嘛 对不对 其实这是指的是它的自动驾驶的程度 它的配备的多寡 如果用一个比较学术一点 用一个学名 他们原厂的称呼的话 它叫做Intelligent Drive 这就是他们的半自动驾驶系统 那二十三匹是在Intelligent Drive里面 里面 对对对 它只是那个细项就对了 只是我们反正念起来顺嘛 习惯了 对 那在BMW这边来讲的呢 它叫做Personal Co-Pilot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些牌子都 其实他们取名也大致上 都可以有他们的逻辑啦 对 都是不出什么Core Pilot啦 Safety啦 这一类的字眼嘛 对 然后Vovo呢 它叫PA2 因为它已经进化到第二代了 然后Lexus叫LSS 就跟我刚刚讲一样 因为Toyota叫TSS嘛 对对 然后它是现在的进化版本叫Plus 叫Plus 对 福斯最近常常强打 它们的半自动驾驭辅助系统 对 它们叫做IQ Drive 然后在福特呢 我们刚刚才介绍过 像Focus它就叫做Core Pilot 360嘛 对 然后Tesla 这个是其实是最早提出 它的这个称呼的折掌之一 它叫做Auto Pilot 然后在Infinity呢 它叫Pro Pilot 其实对 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这样看一遍以后 你大概就知道说 其实它的命名方式 不会超出太多啦 但是这个东西 不用说认真的去背它 对 其实你只要知道 这些东西看了就知道 反正有看到这些名词 大概就知道说 它有Level 2啦 半自动驾驶 其实这个是各家厂牌所定义 它的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 自己的专属名称 就好像这个宾室旅行 叫Astel B&W旅行 叫Turing一样 刚刚郑杰讲那个 表示它一定没有去买过 那个宾室的新车 当然 因为23匹 它都买中古车 对 我买中古车 而且要闯铜 对 因为23匹 基本上是 如果你要选 Intelligent Driver的话 在选配表里面的 选配代码 一个代码 选配代码 也就是说23匹 就包含了哪些功能 那有的时候 它还会告诉你说 你要选23匹 你必须要选什么项目 那像B&W叫做什么 我们简称叫做5AT 那不是武术自排的意思 那因为那个5AT 是在选配表里面 选配的代码 所以你看到 这好玩点就是 宾室 B&W 以前我们都说 要选23匹 要选23匹 是宾室 B&W要选5AT 可是如果你去B&W 说你这家有23匹 他自己说没 因为23匹 那个代码 是宾室在用的 所以基本上是有差距 那其他 其他六个品牌 都是什么 标准配备 那当年 宾室 B&W 都还是要选配 现在它也都进步到什么 标准配备 所以慢慢的5AT 这个23匹 大概不会再 大家不会再去提它了 因为它都已经变成标准配备 就像智希讲 如果同年份的车子 有23匹跟没23匹 那个可能中古恰 就会有差距 就差蛮多的 当年选配没有多很多钱 可是你要卖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我买新一年的中古车 去标配23匹的 我干嘛要买旧一年的 然后差没几个钱 然后少很多功能 这时候中古车价的反应上 就会非常的明显 可是我们放眼望去 目前的市场上面 大部分的车款 全部都是标配是 就是Level 2的 这个等级的 半自动辅助驾驶 但是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 已经有一些车款 到达了Level 3 像这个Audi的A8 艾达你之前 其实有到欧洲去试驾过 这个Audi的A8 而且它是不是已经到Level 4了 基本上我是在德国的 那个Autobank高速公路 什么无限速的 无限速高速公路上面 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这个自动驾驶的 Audi的自动驾驶车 那时候我印象中是A7吧 那Truck打开里面 满满的电脑 那当然是德国政府 已经开放了 那一个路段的高速公路 给Audi来去做测试 给Audi来去做 自动驾驶的一个测试 那当然我们那个车子的车侧 都贴了这个自动驾驶的字样 所以你在高速公路开的时候 就会旁边路过的人 看到这一台自动驾驶 都给你按喇叭 叫你跟你这样挥手 我想说他要挥什么 然后那个工程师就说 因为他们要拍照 请你举起你的双手 给他拍照 比如这台车 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采用自动行驶的一个方式 来去运行 刚关于提到一个重点很重要 大部分车厂现在已经有什么 标配的是Level 2 因为是法规上的一个限制 那当然我们在德国测试 那个是到达Level 4的一个 自动驾驶 现在Audi的A8 马上台湾也要推出 虽然晚了一点时间 但是它具备的是Level 3的 一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但是碍于法规 所以其实A8在全球各地 很多地方都不能使用它 已经可以使用的功能 这是 比如说像什么 像台湾就不能使用Level 3 它只能到Level 2 因为这是法规上的一个限制 那法规其实我觉得 政府并不是说不开放 也不是说保护 而是说路上其他的车辆 都还没有办法对应 这样子的功能的时候 这个车如果采用全自动驾驶 我想会出很多的问题 并不是车辆本质或是车辆的科技 而是它在这一个 异常的交通环境状况之下 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那人的生命绝对比财产来得值钱 所以这个时候我认为是合理的 当然也在全球车厂 定义一个统一的规范 以及交通耗制的对应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车辆 都可以怎样 辨识交通耗制 对不对 包含限速多少 左弯右弯 静止转弯 这些都功能 它都已经可以辨识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当然其实我们在台湾的 我们常说我们道路的标示 从台北走到高雄 是没有统一的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未来Level 3 到底能不能在台湾落地 其实还有待观察 可是我们知道 刚才除了看到这个豪华品牌之外 其实在日系品牌 Toyota也已经在研发着 所谓的Level 3 他们已经有在做一个测试了 是不是未来呢 有可能落实在这个市售车上面呢 志祺 其实我们每一次听到 有很多的品牌在测试Level 3 Level 4 几乎都是豪华品牌 德系欧系的嘛 EA2B这些 那其实这一次 Toyota的加入了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测试 这个是欧盟的核心国 那它的 这个是一个研究的法案 主要是针对 有一百多个车商 然后很大量的汽车的品牌 他们共同来进行Level 3 跟Level 4的测试开发 而且是由欧盟委员会赞助的 那之前呢 其实它这个会员国之中 其实还并没有Toyota 所以以全球销量最好的 这个集团来说呢 它加入 势必是对未来的 车时的发展 有很棒的一个帮助 那大家看到画面上 这个是上一代的Lexus LS 也是这一次 Toyota集团测试的车重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车呢 我个人猜应该是 它的体积跟车重 都算是最大的 那可能就是 以安全方面来说 它是比较保险的一个程度 其实这一次的研究计划呢 主要还是针对Level 3 因为Toyota 其实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层级 就像刚刚讲的 这么大的品牌加入之后呢 对于整体的发展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个也是 接下来欧盟会非常 针对它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 考量的一个目标 其实Level 3跟Level 4呢 各家的品牌 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像是Vovo 我们知道它的PA系统非常先进嘛 它也是很早就推出 Level 2的这个功能 它就觉得Level 3非常的激热 因为其实Level 3跟Level 4 差就是差在 你大部分的时间 是要自己接管车辆 还是大部分时间 可以不用去碰车辆 那Vovo就觉得呢 Level 4是未来 比较好的一个趋势 那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啦 各自都有不同的表述 像Toyota的行为呢 我认为它就是觉得 Level 3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所以其实也是必须要投入研究发展的 那其他比较像是 其他相比较特别的是 非常爱吹嘘的这个Tesla 他们的Auto Pilot 其实也只有Level 2 那比较多一些不同的差异 像是自己下交流道啦 停车场的召唤啦 这些北美才有的功能呢 其实并不算在这个系统上面 Level 3的上面 所以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觉得总归这个研究趋势的发展 它一定对于整个车坛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 最大的品牌都加入了 它对于后面 每一个消费者买到的车款来说 都是很好 当然我们现在在买车的时候 未来可能大家都会说 你有没有那个半自动辅助驾驶 虽然还不到Level 3 而且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 大部分都是Level 2的阶段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在100万之内 甚至于在90万之内呢 你想要找不论是进口 或者是国产的品牌 如果没有半自动辅助驾驶 可是却有这个ACC 同时加AEB的车款 其实也是蛮多人的一个选择 那郑杰是不是帮大家 来稍微整理一下 以目前在台湾的汽车市场上面 有哪一些车款 其实是有ACC加上AEB的呢 是 没错 我们看到荧光幕上的这四台车 其实都相关于讲的 它是标配有ACC加AEB 我想要先讲的是说 Level 2当然很方便 然后我们刚刚也讲到 主要就是在于对于车道的控制 这些车子呢 它们有些是完全没有跟车道有关的 但是也有一些 其实它有像车道偏移的警示 它只是告诉你说 你偏移车道了 赶快救回来 但是它不会去帮你修正 然后有的是它偏移了 它会帮你救一点 救一点 帮你修回来一点 对 但并不是维持 所以它们不能叫Level 2 但是在安全上 我是觉得 其实差异并没有大到这种程度 以这几台车来讲 像AORIS来说好了 它就是配备了ACC 刚刚关于有讲到 然后AEB 就是主动杀停的部分 然后在车道偏移的部分 就是我讲的 它是属于那种 车道偏移意志 你真的偏出去的话 它会帮你救回来一点 但是它不会一直帮你维持 对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 你这样子在路上 万一真的遇到紧急状况 而你晃神了 你可能看个手机 当然这是不对的 或者掉个东西 剪一下什么的话 它会帮你 真的前面距离过境的时候 它除了会提出警示 它会帮你辅助刹车 然后就算没办法完全停下 至少也能确保 你撞上去的时速会比较低 减少损失 减少伤害 马自达3的部分也是类似 但是它的车道偏移意志 又因为它是新车 新世代车子 所以又更加的细腻一些了 巴比亚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B segment 现在少数有这么齐倍的 功能的车子 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你想要一台都会小车 但是你在都会中 走走停停 你又很怕说 有些车子就是突然之间紧急煞车 或者像我们在赛车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晃神 前车做完紧急煞车 你没注意你就撞上去 这种事情 它也一样做得 巴比亚它是在这个70万之内就有了 对 就已经有了 它是全车系标准配备 没错 我们列的还是它的比较高规的车型 然后像Bitarra 这次的小改款 它也把这两个东西加进来了 总算让Suzuki的阵容 感觉就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齐倍 除此之外 其实我要讲一台漏网之语 它虽然比90万多人那么一咪一咪 但是它其实是台湾国产车 最早导入的 就是Outlander 它其实最早 它就把ACC跟AEB 它们叫FCM 放进来 它很早就在注意这个 只是说它毕竟车代比较久 大家比就不会记得它 我觉得所以 现在如果买新车的话 可以考虑 要不要Level 2 因为毕竟像刚刚讲 这么多车 Level 2的价格可能更高 但是如果你的预算 考量有限的时候 AEB跟ACC 确实可以值得列入考虑的名单 对 而且AEB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们刚才有说过嘛 黄总 你是不是在 开车的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AEB 让你赚回10万块 而且就在刚刚 对 那其实我想 经济部长会很不高兴 因为本来可以创造 10万的经济价值 结果没有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会对 是不是经济成长会有意志 开玩笑的 我刚刚就是在 那个市民大道在开的时候 说实在这个也是不应该讲的 就是我恍神去拿个东西 结果差点撞到 还好这一部V40 它有都会防护系统 就是City Safety 它紧急在最后 大概我看 应该不会超过50公分 把我紧急刹车 让我避开了 这至少10万块起跳的 经济损失 所以我才会说 真的用过就回不去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 在90万之内 你想要买到ACC加AEB吗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配备的话 其实有这个自动辅助的 停车驾驶的这个系统的话 其实自动停车的话 其实也是不错的 像黄总你刚刚推荐给大家的V40 其实它就有自动停车的辅助 对不对 对 我想在市场上 其实这个价位带 以Luxian U5 它就有这种自动停车 但是我们要把它界分为 是全自动停车还是半自动停车 如果你还是需要去排档 然后倒车 前进 我想还有这个踩刹车 那基本上都不算全自动 那目前有全自动的 其实在我使用过的经验里面 E Class新款的就有 那但是呢 我要必须说 这种全自动也有缺点 我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它会有一个状况 因为它是全自动 所以它非常保守 对 只要稍微有一点不行 它就不进去了 结果搞到最后 你还是必须要介入 那半自动的话 它的宽线范围就会比较大 那以Luxian U5这一台车 它的半自动 它其实是分两套 一个就是路边停车 跟倒车入库都有 以国产车这个价钱 又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科技 其实真的是蛮划算的 但是相对 我们现在看到15年的V40CC 或是V40 它们使用的半自动停车 其实只有半套 也就是是路边停车而已 没有倒车入库 对 但是倒车入库 它不是没有 它是到16年以后 全新改款的新底盘的车系才有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直接加装 它必须大改款以后 经过各方面的线路 包括设计安全 它才会导入新的一个系统 所以以15年这台车 它虽然是有自动停车 但它是半套的 也就是说它只有路边停车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一个效果来讲 Vovo其实蛮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基本上 它的半自动路边停车 它的宽容度很够 也就是说它只要车身的1.2倍 就可以停进去 但是我使用过的某些欧洲品牌 甚至于是高级品牌 它要到1.3 1.4 1.5的车身的规格 它才能停进去 就导致有很多是不能停的 但是Vovo目前为止 是我使用过的路边停车里面 只要1.2个车身的比例 就可以停得进去 算相对是好用的一个系统 所以其实自动停车的辅助 基本上各家品牌的设定 也跟所谓的这个ACC 它们的这个减速加速的那个细腻度 也都不一样 可是很多人就会讲说 车上有这个所谓的自动停车的辅助 我觉得根本就是个机乐的配备 可是有些人用起来就觉得非常好 每天都在使用 那我们来听听专家 他们到底对于这种自动停车的辅助 是不是机乐配备呢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我们用圈插牌来举好不好 1.2.3之后请专家们 认为它是机乐配备的 就请举圈 那如果觉得说它是非常实用的 就请举插 1.2.3 1.2.3 请举拍 爱大你这个是 缺脑又是差吗 这个叫做 嘴巴说不要身体是诚实的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接触到这个所谓的自动停车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我记得是宾市的B Class刚出来 我带我太太去看车 我说我们来买一台这个车好不好 然后Sales就跟我们介绍 我们这个车有自动停车 我说这么小一台小宾市也有自动停车 好厉害 我说那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试试了半天 在保养场里面试试了半天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停车怎么这么笨 这样子很慢 然后而且只有路边停车的一个功能 像我自己的车子也是有自动停车 我从15年开到现在开了8万多公里 没有使用过任何一次自动停车的功能 因为我觉得太慢了 因为你知道你侦测好车位 打好R档要自动停车 正准备撸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Asante的一台车子过来 捡资源回收的 经过你雷达的扫射范围 他就给你取消了 不停了 那怎么办 因为安全起见 对 安全嘛 所以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停进去 如果说这时候你又 人不具备有停车功能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要重新搜寻一次车位 所以这个叫做 我认为它是一个饥肋 叫做嘴巴说不要 可是身体是诚实的 因为毕竟我们试了其他的新车 例如说新世代的E Class 我就觉得 那个就是像刚刚黄总所说的 全自动的 包含排档你都不需要打 他自己会把R档D档 然后还有所谓的驶入 驶出 路边停车 倒车入库 或者车头进车尾进 功能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最近呢 我其实才看到 这个有一个 这个兵士的公关 Po了一个这个FB的贴文 是新的这个E Class的 这个Internet Drive 就是我开到 百合公司门口之后呢 下车 按一个按一个按键之后 车子自己开去停车 我觉得那个才叫做 自动停车的极致 然后去百合公司采买 出来之后 大包小包干了 呼叫他手机 然后呢车子自动开出来 到你面前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自动停车 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当然这是取决于 整个自动驾驶的 这个法规的限制啊 其实车商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我的车子已经达到 这样子的功能了 可是在环境状况 要能够允许 对 第一个环境状况 对 环境状况就是法规 对 其他配套措置 例如说 百货公司里面也要设置 对 例如说停车场的感应 开闸的机制 停车场出闸 收费的一个机制 能不能够整个完整的整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目前而言 自动停车基本上 我认为它还是一个积乐 因为我想是 但是我很怕它停不准 磨到我的链链 磨到人行道 磨到我的链链链 我害怕 不敢用 但是事实上未来它会是对于人的生活 非常便利的一项配备 可是因为爱大可能技术比较好 但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 很害怕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路边停车 甚至于倒车入库 因为我有个姐妹 她就是因为觉得说 不敢 她不太会停车 所以她通常都停在 这是错误的示范 比如她去便利商店 她就直接停在红线 因为她不敢停在停车阁里面 所以常常收到罚单 这对于那种有一些停车障碍的人来说 的确是一个蛮好的配备 可是这些你刚刚举叉 所以表示你很赞同说 如果你的车上有这个所谓的 自动停车的辅助 你其实是会使用它的 我举叉是 我想我应该跟爱大一样 有这个东西在 那你要举圈 是鸡肋的配备 那我鸡肋的举叉 我看脚本上 总之 总之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系统就是我还好 没feu 那 实际比较喜欢操控 对 但是其实我完全认同 怪你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以女性朋友 或是她对于开车经验 可能没那么好的人来说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备 而且 我觉得其实国餐品牌 跟一些进口的豪华品牌 它在你实际感受起来的时候 它差距是很大的 对 有一些豪华品牌 它真的停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很精准 但以我个人来说 或是一些比较爱车的朋友 你知道我们停在停车场停车 绝对不会停在正中间 例如说有墙 我们一定是死命的贴着墙 就是要让另外旁边的车 不要来刮花我们的车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像我之前试这个Audi Audi的自动停车 APA系统 它停的时候 其实比如这样一台车 它会停得比较靠右边 靠我的右边 它是要让这边驾驶座的人 比较好下车 可是你知道 如果今天在停车场 我们是倒车入库 我的左边有车 右边也有车 我们要怎么停 如果今天在停车场 我们是倒车入库 我的左边有车 右边也有车 我们要怎么停 其实停的时候 要靠 比较靠自己的左边一点点 为什么要让自己难下车 因为另外一边 它是不这样做通 你可以去赌说 它那边可能不会有人开车门 就降低了一层 你被刮花的几率 那右边是它的驾驶座 它一定会开门 我给它多一点空间 让我的车安全一点 所以这些小细节 就是比较爱车的人 会比较注意的 那我当然不要自动停车 我就停在正中间 甚至像Audi的 把它停到比较右边一点 对不对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有一款车呢 我觉得非常非常需要这个系统 就是最近刚出的Ford Ranger 因为之前艾达有试 他一直跟我讲这个东西 哇 太适合这个车了 可是既然开这么大的车来说的话 为什么要有自动停车 我说实话 冠仪你说像我技术很好 我一定很会停我自己的车 没有错 可是当我开不同的车的时候 你叫我停车 我技术就没那么好 因为毕竟我不是天天跟它相处 那其实我那天跟庞儿老师 我们去开这个Ranger 因为我发觉 Ranger现在竟然就有APA自动停车 就想说有这么大一台车 它怎么停 结果没想到超乎我的预期之外 那个福特的APA的自动停车 在Ranger车上基本上是超过100分的等级 它停得非常非常好 在格子里面 然后不会超出任何的线路 重点是因为 其实我们平常都没有在开 这种大型的Pickup 所以当我要开这个Pickup 在路边平行的停车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是搞不清楚 这台车的四个角落到底在哪里 所以对我而言 我如果要自己停车 停一个路边停车 可能比这个APA自动停车 还要更多的次数才能停进去 我所谓的更多次数是 我停不进去 又开出来 然后又怕车头磨到 因为福特的Ranger这个APA自动停车 一次 一次就把车子放到了这个停车位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同时它在侦测的时候 你不需要很多繁琐的操作 就是我要按停车 然后它就侦测 告诉你说右边有一个停车键 还有左边有一个停车格 你要停左停右 都OK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部分 其实一般我们在市区外面开车 大部分遇到的都是路边停车 所谓的平行停车 大概你去大卖场 回到自家的车库 才会有所谓的导车入库 这样子的这种情形发生 那大卖场其实设计的还蛮宽的 除非有一些百货公司格子很小 我想你明知道那个地方 格子很小 洞很小 你也不会开Ranger去百货公司 在那边人挤人 可能找那个就是一般的停车场 所以在路边停车 我认为是最需要的一个功能 如果以开Ranger来说 但是我相信 现行的Ranger的车主 他们都跟他们的爱车 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于路边停车 他们都是非常的方便使用 很熟悉他们的车子 可是如果有一天 这台车是给太太开的时候 太太我想非常会感谢 新的Ranger 有这个APA 自动停车的功能 其实我们一直可以 想象得到 未来的这个生活 在车辆更加的自动化 在车辆更加的自动化 我们的车辆更加的自动化 我们的车辆更加的自动化 在车辆更加的自动化